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热点互动热线直播节目 我们今天跟大家讨论的题目 是关于俄罗斯人是不是要抛弃普京 在圣诞夜的那一天 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冒着严寒 走上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的街头 要求抗议选举舞弊 和要求普京总理下台 那么从年初开始的阿拉伯之村 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独裁者 以各种方式离开了政治舞台 到年底的时候 这股风吹到了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人民在抗议的过程当中 他们究竟要求什么 而他们的要求对于中国人民来说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会有什么样的冲击 在这个年底的时候 正好在中国网络上出现了三篇网文 那么这三篇博文 谈到的是民主 革命 民主和自由 那么这些对中国人来说 和俄罗斯举行的抗议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想利用今天的一个小时时间 请观众朋友们和我们的嘉宾一起讨论这个题目 也请大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6465192879 也可以通过SkypeRDHD2008和我们来互动 中国大陆的观众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电话 也可以通过爱博电视直接收看 不需要突破网络封锁的软件 好 现在我们先看一段录像 俄罗斯国家杜马继下一位选举 12月4号开始投票 在85%的选票点算完毕后 统计显示 统一俄罗斯党以49%的得票率 仍将成为多数党 但已明显低于2007年时议会选举的69% 据媒体透露 有数以万计 举报执政党在选举中有大规模舞弊行为 因此俄国爆发了一系列的示威抗议 12月10号 几万名民众在莫斯科举行抗议 要求结束普京的统治 并重新举行议会选举 一些抗议者举着标语 上面写着 统一俄罗斯党是骗子和窃贼的政党 抗议者还呼喊着 普京是窃贼的口号 12月24号 俄罗斯多个城市又一次举行大规模集会 抗议本月初的议会选举存在舞弊 要求重新举行选举 在莫斯科 大批抗议者不顾严寒 聚集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街道 高喊俄罗斯不要普京的口号 抗议者还表示 不会在明年的总统选举中投普京一票 俄罗斯内政部说 有2.8万人参加抗议 但抗议组织者说 示威人数多达12万 俄罗斯远东城市弗拉迪沃斯托克 周六也首次举行大规模示威 一些抗议者举着审判普京的标语 普京执政时期的俄罗斯财长库德林 也参加了莫斯科的集会 他表示议会选举存在缺陷 俄罗斯需要新的选举法 举行新的投票 库德林还说 应当对违反选举法的人提出起诉 普京近日在接受俄罗斯一家电视台采访时 嘲笑抗议者将他们比作电影《森林王子》中无法无天的猴子 不过普京也承认示威者合法举行抗议的权利 迫于民众的示威压力 俄罗斯总统梅德维杰夫22号在国情咨文中 承诺进行政治改革 简化政党的注册手续 直选地区行政长官等 但很多抗议者说 政府的让步不够 将继续对克林姆林公施压 迫使普京集团接受他们的要求 好 我们刚才看了一段录像 现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场的两位嘉宾 一位是政论家陈破空先生 陈破空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另外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的陈志飞教授 陈教授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们想请陈破空先生 能不能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简单的介绍一下 就是这一次俄罗斯的抗议行动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它的主要诉求是什么 对 俄罗斯举行的新一届议会选举是12月4号 那么在12月5号公布选举一结果 马上就有几百人上街抗议 那么因为就是普京所在的政党统一俄罗斯 他得票是49.3% 大概在450个议席中会占238个 仍然是第一大党 但是锐减了三分之一跟以前比 也就是这个党已经开始不受欢迎 那么在其他像共产党 公正俄罗斯和自由民主党 分别会获得9264和56个席位 但是最要紧的是 民众认为这个选举有大公民的舞弊 专家估算如果排除舞弊的话 那个统一俄罗斯政党 只能得到不足25%的选票 这是俄罗斯民意的一个风向的转变 反对统一俄罗斯就是反对普京 因此在反对派 这个发现舞弊之后非常的愤怒 号召12月10号大示威 遍及到全俄罗斯60多个城市 那个莫斯科是高达10万人 那么后来他们又在第二次 就是12月24号圣诞前夜 又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 遍及100多个城市 莫斯科至少是12万人以上 而在以前这些示威啊 几年前啊 这个都是少得可怜 几个人几十人几百个人 而且遭到俄国警察的 这个非常粗暴的那个逮捕 但是这次的示威成了气候 这就说明啊 俄罗斯的政治气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那么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 我想补充一下 就是说刚才全部公司讲了 这个选举舞弊 当然是一个导火索 但是我觉得实际上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抗议活动 开始形成是在这个选举之后 十个星期才开始酝酿 那么就是达到十万人的 这个大规模的行动啊 这说明其实啊 他这个导火索一方面是舞弊 另一方面其实还跟别的因素有关 我认为这个因素呢 或者说最直接的一个导火索 实际上是普京在12月中旬的时候 在一个一次讲话中提到 好像是一个电视这样的一个采访中提到 他有计划重新竞选俄总统 他当时像玩笑时的时候 他准备跟梅德维杰夫换一换位置 谈话的口气就像是 好像是我跟何何先生您换一下位置 好像比我们俩换位置好像还要容易 就是说这个好像显示一种 你可以说是一个大国政治家的风范 但好像更显示是一个 是个独裁者的这么一个 愚弄民众的这么一个口吻 那这个就激怒了俄国 这个所有的民众 因为实际上这种选举的舞弊啊 当然他这个数字很高 我也看到了 统一俄国党 统一俄罗斯党的话 选举的这个 可能得到的票数是30% 好像比25%要高一些 他因为在俄国 他还是有身后的民意基础 这种选举舞弊呢 就是在一个新兴的民主国家 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上这个 就是由于你这个民主制度不成型啊 跟各种 还有共产制度的这些 很多的这种不好的影响啊 实际上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人民群中一个不安 和焦虑的一个原因 但我觉得能造成这么大的 对俄罗斯就是最大的政党 和对他的现在一个铁腕人物普京 原来是很受欢迎的这么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反弹 对他的一个反击 我觉得最根本的是 大家看到的普京的本质 因为他原来从一个 使俄国重新辉煌 就是重新回到之前的这种沙俄 或者说是苏联的时代 那种辉煌的这么一个强人 蜕变成一个跟金正日 跟其他同志者一样的一个独裁者 这一点在俄国民意当中呢 是不能接受的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 现在群众对他就是很不满的 一个更根本的一个原因 我想澄清一下 就是普京原来曾经担任过两任总统 对不对 这是按照俄罗斯现在的法律规定 一个人只能连任两任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因为不能够再任总统了 于是呢 就去改任总理 对 那么这个实际上 从我们看来就是说 游戏规则就有一点 他玩了一系列的花招 因为这个刚才 陈教授讲到的那个 他不是开玩笑 他首先他从2000年 从叶利钦手上 接个总统这个位置 干了两届 就是八年 最后他想 这个又去当总理 跟叫我们他的亲信 梅德威杰夫来当总统 但实际上梅德威杰夫是傀儡 实权在普京手上 等于普京执政已经12年 结果普京又在9月份宣布 他们那个俄罗斯统一代表大会上 宣布什么呢 梅德威杰夫首先提议 说由普京来代表该党 竞选明年的总统 那么这是原计划 普京又同时提议 让梅德威杰夫又担任总理 等于说这种肮脏的政治交易 让人觉得就非常难受 然后这个肮脏的交易 把整个俄罗斯人 1.4亿的俄罗斯人当傻瓜 说当他们这些宣布之后 激起了一系列的反弹 这个反弹是在一声虚声中出现的 12月21号 这个有一次格斗比赛 这个普京突然现场 他以为他还是像以前那样的魅力巨星 就会受到欢呼或者掌声 结果没有 反而是全场的虚声 结果外界把这个比为虚声革命 一夜之秋 这个一滴水中见太阳 就可以看到滋围建筑 看到俄罗斯对普京的厌倦和反感 这是种心理厌倦心理反感 而且他现在当日时间长的话 变成更加有可能 在现行的游戏规则中 变得更加容易 因为梅德威杰夫 刚才陈先生讲到 他是普京的一个傀儡 那么他其实在当政期间 迄今没有做出任何一个大的举措 唯一一个举措 就是把总统的任期 从原来的四年改到了六年 所以现在普京如果在任期 或者说作为政治强人 统治俄国 想达到2024年 这是他的时间表 那么他不用像原来那样竞选三次 只要竞选两次就可以了 好 好 我们现在先接一下山东许女士的电话 山东许女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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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我觉得俄罗斯就是说 他这个普京作为一个独裁者 虽然就是苏联 自从就89年以后 解体以后 我觉得仍然是就是说 靠着独裁来统治人民的 俄罗斯这个总统普京 就是在执政期间 就是对于人民可以说 打压可以说非常厉害的 就是你上路就任何的不同意见 不同观点都被人给打压下去了 我觉得就是 他这样的人 就是老板先就 早就应该让他下台了 我觉得在当时 就是竞选总统的时候 虽然是就是俄罗斯 选总统的时候 虽然是有些武批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 就是俄罗斯那名 早就应该把这个独裁者 应该推翻了 另外呢 我还想问一个话题 就是咱们就是在那个 韩星5号卫星 他的那个新唐人电视台 是新唐人总台节目 还是不是 我希望就是 主持人能够跟我介绍一下 并且呢 我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你们在播那个 九评共产党纪录片的时候 为什么删写了很多 我希望就是 能够就是你们回复一下给我 好 谢谢三中的许女士 现在我们先回复他的问题吗 独裁者普京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 现在呢 有这个十几年的经历 你再回回去看普京 你可以把它定义为一个独裁者 但是他当时是一个俄国民主先驱 一二 耶利欣啊 一手提拔起来的 所以说他当时并没有完全就是露出他这种真实的面目 而且他的游戏规则也是按照俄国的法律制度来完成的 来当选的 那么从普京作为一个独裁者来说 这是他的一个我们给他定义 但实际上从他作为来看呢 他并没有完全超出一个民选总统的范围 你可以看到他刚才电视讲话 他实际上并没有排除或者否定那些对他抗议游戏的人的合法性 他甚至还说那些年轻人继续挣点钱也不错 所以说这正在来说 他的独裁者实际上比真正的我们看到的金正日 甚至是中国的那些独裁者 实际上还是要好得多的 但是普京 他在待位期间呢 他主要是让一盘散叉的俄国带来的希望 这一点对民众来说有一定积极意义 而他的治下的经济呢 有所就是回升 但是主要是并不是他自己多么能干 而主要是油价回升 油价大幅度上涨 那么我觉得所以说现在人们对他说不 更根本的是大家看到了他把俄国要带到一个 让大家就是说不可接受的一个道路上去 这是最根本的一点 我现在先回答一下 就刚才许女士的一个问题 在韩星5号 如果说现在你能从韩星5号上看到我们这个节目的话呢 那这个节目现在是在总台的那个播音室里面 这个演播室里面直接播出的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就是总台的节目 但是我不知道所有的节目是不是如此 应该是 我觉得应该是总台的节目 下面一个问题我没有听太清楚 一会儿我问一下后台再来回答 那现在陈破空先生我先想问一下了 就是说就谈到这个体制的问题了 刚才这个陈教授已经说了 那么在这个政治体制上 俄国我们知道从这个俄罗 这个前苏联垮台以后 其实他经过了一些很多变化 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俄国现在的这个政治体制 它究竟是属于什么类型的 OK 这个在叶利钦时代 他是完成了俄国的民主化 虽然经济比较困难 但是在叶利钦执政的最后两年 经济开始复苏 就从1998年开始到2000年 这个俄罗斯 但是俄罗斯那时候是一个健全的民主制度 有他的有司法的独立 有新闻的自由 有这个地方首长的直选 和国家领导人议会的直选 但是在2000年 也可以说叶利钦犯了一个错误 叶利钦他主要是为了防范共产党的回潮 因此他要提拔他自己的人来防范共产党回潮 因为当时的议会第一大党的反对党始终是共产党 所以说他这个就提拔了一个内务部副部长 后来是内务部长 他的第五任总理 就是普京来当总理 普京的发迹是借助于俄罗斯民主主义的一种泛滥 民主主义的兴起 当时俄罗斯的民主已经完成 但是车臣闹独立 可能会引发高加索一带的连锁效应 所以普京当了总理之后 就重兵出击车臣 彻底的粉碎了车臣的独立运动 但是在俄罗斯人看来的话 他就是一个民族英雄 因此普京就靠这个声誉确起 确起之后被叶利钦指定为继承人 而且他当年是高票当选总统 不用竞选就高票当选 应该说他是民主选举的结果 但是普京上台以后 他借国家 叶利钦时期希望他保持一个国家的统一和民主的平衡 但是普京更关注于国家的统一和中央集权 而忽视了国家的民主 而压制国家的民主 比如说他以国家统一为由 他废弃了各个地方首脑的直选 这是一个半复辟的状态 专制复辟的一个措施 这是一个 另外他以稳定为由 他去重新让政府干预新闻 干预司法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开倒车 开封建复辟 一直到在叶利钦临死前 对这点非常不满 叶利钦说历史是不能开倒车的 尽管叶利钦指定了他 而且在普京阵内 普京是出身高级克格勃的 普京阵内用克格勃手段 对付反对派和新闻记者 无数的感言记者被杀 光2007年就8名新闻记者被杀 其中政府破案宣称只有一起 所以普京是民主化的俄罗斯 重新回到了一个半民主半专制的一个状态 当然俄罗斯的宪法还在 就是1993年由越利钦主持制定的宪法 所以今天这个宪法它还存在 但是普京他算宪法的空子 他这个要认了四年 再认四年 他要去认总理 再回头来认 甚至最近通过统一俄罗斯把持的国会 把总统任期从四年改为六年 也就是说他还想再干两届 就是干十二年 过去干了十二年 还要干十二年 他想把持俄罗斯朝政了二十四年 这个实际上聪明反背聪明物 他引起了俄罗斯民众的心理厌倦和心理反感 谁都对他烦恼 尽管他在经济上有一定的成效 或者稳定国家 但是现在人民更需要的是民主权利 让我想起这段话 让我完全同意 其实我的观察基本是吻合的 我觉得用一句古话来概括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普京借用人们对俄国当时四分五裂政局不稳的这种心理 想用苏联的方式来恢复俄国的辉煌 这一点在某种程度做到了 得到人们的认可 甚至被人召了民族英雄 但是他也同时勾起了人们对苏联那个时代的这种渴望 这种恐惧和厌恶 那么造成了他自己现在这种被动的局面 他实际这个两者是不可分的 实际上他这样走这种一条路来重塑俄国的辉煌 是走了一条捷径 因为他并没有完全按照俄国的宪法规定的 尤其是叶里钦指导的一个路线 逐渐的恢复俄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他是采取一种急功经历的 类似苏俄那种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 来发展俄国的实力 但这样造成的结果还是重蹈俄国的覆辙 就是他今天悲惨命运的一个根本原因 所以他从始料未及的 所以他实际上是过分的利用了民族主义 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其实是很强盛的 在这种以前曾经辉煌过的帝国里面 他是在整个欧洲还是比较典型的 是这样 所以他利用了这个 但是最后很可能也是要被这个所 现在已经有人做出 公布了一些统一数据 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以后我们再继续讨论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是 俄国人是不是要抛弃普京 刚才有位山东的许女士打电话来 最后一个问题我刚才问了一下 他问的是电视的九评共产党 为什么删掉了很多 其实电视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读的 这个是一点也没有删 完完全全 从这到尾把九评念了一遍 另外一个版本是一个电视片 那么因为电视片受这个footage 受这个电视的这个特点的影响 就必须要根据现有的 能够拿到的这些footage 和它的这个电视的流程 来进行一定的修改 所以就会 里面有些内容就和原来的文字不一样了 是这样的 这是回答刚才许女士的问题 我们现在先接两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一位是纽约的王先生 纽约的王先生 你好 你好 你们贵宾好 我的看法 这个俄罗斯这一次人民起来 这个抗议 几十万人上街抗议 这证明一件事情 俄罗斯人还是比中国人聪明 这个普京不管怎么说 比中共还好 他还是 虽然他那个民族是假的 他还要搞一个选举 选举上来 虽然他走的路线是假民族 真专制 俄罗斯人民都看出来了 看出来就对他不客气 那我们中国根本就是真专制嘛 我们中国的人民到现在 当了有一半人民 看透了中国共产党 但一半人到现在呀 就是已经出来的人了 还在讲毛泽州万岁 还在讲共产党万岁 可见俄罗斯人 低的确率比中国人聪明 他那个普京 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他就看出 看出就给他抗议 如果普京不下台 他还要强 强迫做对吧 我看俄罗斯人民一定会 不断地抗议 不断地抗议 让他做这个总统 他也做得不安定 这就是俄罗斯的人民 敢做敢为 什么叫真理 什么叫方理 不像我们中国人 到现在 还有人叫毛泽东万岁 好 谢谢纽约的王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 澳大利亚的 呃 吕先生的电话 澳洲的吕先生 哎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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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您好 请讲 我刚才听了一下 那个纽约王先生 那个说得 很好 啊 我觉得 确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 俄罗斯的民族啊 它是有这种西方民族 民族 这种基础的 而且就是说 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当年那个 当年那个 就是说 俄罗斯那个巨变之前啊 是那个 大家是那个 好多共产党员 两万多共产党员 是公开退党的 这在中国是不不 不可想象的 说中国呢 现在有几个 公开退党 没有 国内几乎没有 所以啊 我 我有此 我那个 说一下就是 韩寒 就是韩寒 最近这个三个 三个文章 我觉得 说得非常好 说得非常中肯 就是说出来 中国 中国人的这个 这个就是 怎么说 说得不好 就是略征性啊 就是说 那个他 点中了我们 这个就是说 华人这些缺点 就是说 白人西方社会啊 他这个西方社会 之所以能够形成 这种西方民族 他有 他这种 就是说 白人这种 四个优点 我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 白人优点 就是守积率 守规则 第二个就是团结 第三个就是 敢于反抗强权 第四个就是 有非常好的公共意识 公共环境意识 中国人啊 就是要经历 经历 经历这个苦难 才能学会这些东西 不经历你 不经历 校车这种事故 你不会学 学 不会知道你逆行 交通 那个 驾车逆行 有多大的危险 多大的那个灾祸 不 不经过 那个 就是说 那个 这个 华人团结 这个就是我那个昨天听那个新浩年那个先生 他那个讲那个 呃 就是说 现在在海外 这个好像是有几十个总统 华人这个 这民用里头 几十个总统 几十个头 说 这个这是不可思议的东西 好 谢谢 谢谢澳洲的吕先生 我们先请 就是观众朋友们注意一下 就打电话进来的时候 我们尽量把问题 集中在一分钟 这样的话 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让更多的人打电话进来 也可以让这个 评论员能够更好的回应 更多时间去回应 观众朋友的电话 那请 我想回应一下 刚才那个 王先生和那个吕先生的话 就是说讲 俄罗斯啊 有相当的民主基础 中共是不能比的 这是的确是这样 因为这次我们的抗议 是我们看出来了 俄罗斯的民主 尽管普京 想开专制倒车 想复辟 但俄罗斯的民主基础 还是健全的 首先 当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 允许了大国务的示威 并且官方媒体跟进报道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 这么巨大的抗议规模 在全俄罗斯出现 现在中国完全是不可能的 他要消灭在萌养状态 另外 俄罗斯的反对党参加了选举 尽管 不敌统一俄罗斯执政党 但是反对党也获得了相应的席位 所以这说明俄罗斯的民主 它有它的基础 而且1993年的宪法还存在 连普京想专权 都不得不扰着圈子走 他要扰了两件 再当一下总理 再扰回去 他还要避过宪法上 限制两件 这个国家领导人的这么一个限制 所以俄罗斯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我们相信 在一个出生的俄罗斯 经过民主思潮和民族主义 这个情绪交替之后 再次回到一个民主的升华的时候 俄罗斯的民主将进一步的巩固 健全和成熟 而与世界文明有一个同步的发展 这跟它比拟的中国 就说是形成巨大的落差 我想中国跟俄罗斯相比 民主的落差是 就民主的落后落差程度是巨大的 实际上 这个吕先生 他虽然承认刚才 这个破空先生讲的这一条东西 但他确实引出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含含对中国人的这个看法 而且这个看法 只要集中在三个词 三个字 就是略根性 那好像中国的人的略根性 就使他 中国人永远达不到俄罗斯这样的一个程度 更比较说达到西方民主这个制度 那么吕先生把它归结为一种 种性的一种区别 白人和黄罗人的区别 其实这个区别我觉得 现在看起来 好像已经经不起历史的这种考验了 因为在黄罗人的国家 对吧 我们中华民族实际上 是第一个建立民主共和国的 我们1911年就建立 今年刚好是100周年 那么在之后建立的 现在台湾建立的民主制度 韩国建立的民主制度 尤其台湾 那比中华民国 也不知道要晚多少年 大概要晚90年 但是他们现在蓬蓬蓬蓬蓬蓬 发展的很好 所以这种 白人刚才 吕先生提出的这种优越性 实际上我们黄罗人 其实中国人 都是应该具备的 只是这个区别就在于 中共的统治 它在于把所有的人的这种 身上的优良素质都给掩没了 使得国人现在没有办法 正常的发挥出 他们身上所应该有的这种素质和威力 无独有偶 现在每年圣诞节 是西方欢庆的时节 在中国是大抓民主异议人士的世界 对吧 今年他又抓了好几位民主人士 都给他派以重刑 陈希 还有什么 还有其他几位人士 所以看出来 他这个本性 从俄罗斯身上 我们中国人本来也感觉到 好像俄罗斯走到道特 好像专制制度 是大家必然走一条路 那么从现在 对普京的反抗呼声来看 我们可以感到俄国人的素质 实际上人的素质 对民主的渴望是最根本的 现在在最近普京决定 要继续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 他们做了一个民意调查 发现有22%的俄罗斯人 现在准备离开俄国 起码有这个意愿 然后在22岁到34岁之间 这个比例高达40%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他们对这个民主制度的愿望 这个厌恶 使他们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五毛 或者看到海外的愤青那样 去高呼万岁 而是他们就会走上街头 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声 这一点在中国现在是远远达不到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不要说跟欧美比 就跟俄国比 我们就可以感到自己自愧不如 我们现在唯一能感到骄傲的 就是看到金正日死后 那些人痛哭的 就是说不能自治 辅导在地 感觉有一丝优越感 好像 那就像我们76年 毛泽东时代 文化大革命一样 我们比起北韩小兄弟 好像还有点优越感 现在比起南面的小兄弟 缅甸都已经没有自由感了 因为缅甸在一年之前已经大选了 现在已经基本上跟美国和好 愚旧 现在已经重新走上民主进程了 所以这样把中华民族 已经逼到了一个死角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韩寒又站出来 发表了这个三个讲话 但他的反应 我觉得是让人大跌眼镜的 因为我不知道是韩寒 是由于已经作为身为人父 他的锐气被磨掉了 就像我们前来大学时候踢足球 好像交了女朋友以后 那些人都不会踢球了 韩寒好像做了父亲以后 他的意志各方面都衰退了很多 已经我们看不到原来的韩寒 他大谈恋跟性 似乎是让人感觉到 给中共迟迟不打开民主的窗口 或者这扇门提供了一个佐证 从这点来看 我还真的也希望跟大家讨论一下 究竟韩寒这几篇文章之后 卖了什么药 究竟是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意愿 我觉得刚才他们提的几个问题 都很有意思 其实韩寒提的这几个问题并不新鲜 我觉得不管是谁提出来的 其实是有讨论的余地的 比如说俄罗斯当时 它的属于什么性质的革命 就革命本身和暴力 还不一定就是一回事情 因为革命可以有各种类型 所以后来整个 你像捷克 东欧的那些国家 天安荣革命 对不对 其实100年前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按说起来 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当中 是最和平的一次了 严格的说 要说到中国人数字的话 我想辛亥革命以后的一段时间 中国的这个民主建设 除了有一部分 倒退 一点点倒退和复辟以外 它整体的发展 看中国人其实在 在民主建设当中 我觉得都是挺不错的 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顺便就讨论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革命和民主 是两个问题 其实三个问题 第三个是自由 那么革命是不是一定要计划完成的 有没有革命是计划完成的 就是说看到所有的条件都成熟了 然后开始 我看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就不是 东欧的革命是不是 还有这次中东革命是不是 我觉得革命往往是被逼出来的 因为讲实在的 除了革命有不同的形式以外 有暴力革命 有那个非暴力的革命 有和平的革命 有那种非常美好的 天鹅柔式的革命 这些选择以外 那么当人们谈到革命的时候 发现是一种深刻的变革 或者对一个统治集团 或者对一个制度的深刻改造 但是这个是逼出来的 包括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之前 中国有两种势力 一个是改良的 一个是革命的 那么革命派甚至很多时候还居下风 但是改良派 他想跟黄泉结合 希望推进他改动 当时的清亡草业的确想改一些 但是总想保住自己的利益 改得很慢 动作赶不上时代 甚至处在时代之后 结果改良派功亏一贵 结果革命派还不期而遇 成了功 为什么呢 因为老板心等不及了 这个叫行事比人强 时代的潮流在那里 所以最后革命是不期而发 当革命爆发的时候 是连革命的一些长期的推动者领导者 都意料不到会爆发革命 甚至有些下级的军官 下级的工人就已经发动起来了 所以在谈了革命的时候 中国需不需要革命呢 刚才讲的韩寒那三篇博文 他说的是一个是谈革命 说民主要自由 第一个他说的革命 他主要的前提就是说 中国这个社会不适合革命 而适合改良 他是这么一个观点 由于韩寒的表达能力很强 他往左表达有他左的道理 往右表达有右的道理 所以他在讲中国不适合革命 而适合改良的时候 他主要是怪 中国人数字不好 那么这个我们看到 比中国人数字不好的很多国家 现在都实行了很好的民主 包括柬埔寨 包括菲律宾 包括泰国 包括很多一些别的国家 都是井井有条的 包括印度都没有出现大屠杀 大恐怖 他在这个也没出现大饥荒 所以没有理由说 你数字不好就不能实现民主 他在说民主的时候 他进步的说的非常的含糊 他例如说民主人有不同的理解 最终就是要大家面对现实 那么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韩寒在现实面前的一个转弯 如果大家都去讲现实 人还要不要道德 对不对 特别是作为领导者 你讲现实就是贪污 腐败 这个嫖女人 像金正志那样子是腐败和淫乱 那么大家也认同这个现实 让他去腐败和淫乱 如果他都讲现实 这个最后是不是就 这个是国家就不要道德了 这是一个民主毁灭之路 最后他在谈要自由的时候 他说他希望心里面 要有文化的自由 只要政府给一点这个自由 他就愿意不去提敏感问题 他也不去找政府的差 也不去跟政府去清算 我想这个东西有点像气球一点自由了 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东西 是人平等的东西 是被一些专制者 独裁者剥夺的东西 理所当然我们要拿回来 不存在像谁气球的问题 因此说了自由也好 民主也好 革命也好 特别是革命 我想它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中国初不出现革命 是被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要执政者拒绝 这个社会改革 拒绝让人民参与政治进程 那么革命的爆发是不期而至的 如果执政者顺应民主潮流 像这个缅甸也好 或者是台湾也好 有可能实现一个国家和平的转型 一个宁静的革命 也是革命 说在妄言 中国不能发生革命的时候 我想对中国人的智商 中华民族的水平 都是一种有点低估 不要说现在的国家 就是说美国当时 进行独立战争的时候 大部分的士兵 大部分的民众都是文盲 那么他们也获得了独立 也获得了民主 所以说用这种素质的略根性 来谈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的确已经是过时了 但是我再刚才回应一下 您刚才说的那个问题 就是革命的问题 革命我觉得主要是 这个统治者 当权者独裁者的所赐 如果是独裁者 真的是脱离实际 真的以为自己是天王老子 谁也动不了 那么这革命肯定会奋制他来 而他永远控制不了 你刚才说的 清王朝在侵害革命的时候 为什么没有造成很大的流血 那说明清王朝 相比现在的当权者 还是比较仁慈的 所以说并没有激起 那么大的民愤 所以说如果中国 要发生革命的话 这一方面是共产党 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他也是最没有能力避免的 而对他来说是害处最大的 他会造成他倾家荡产 会造成他人头落地 可是他就是不误 这造成一种 跟双赢的方式相背的一种 一种模式 就是说大家都吃亏 就共产党他觉得自己强权 可以压下去 他也确实压下去了 但他没有想到这个民愤 实际上是闷在心中的 爆发的日期也不确定 对吧 是随机的 爆发的力量是无穷的 他没法控制的 但是他自己由于 被一下子一手遮掩掩盖住了 他觉得可以永远掩盖下去 但如果爆发出的那一天 是完全控制不住 他自己就要荡荡如雨 他自己就要成为 人头落地的这下囚 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这种弹性关系 是实际上是越压得越狠 最后造成的流血 造成的屠杀是更厉害的 这个历史上是反复的在对照 反复在验证这一点 我觉得这也是当权者 往往看不到的 其实还有一个素质的问题 我是觉得 就是很多素质不好吧 它是跟统治者的 统治有关系的 当统治者有意识的 不让大家懂得什么样是应该的 从道德上 从这个公共利益上 公共意识上 公共意识上 他故意的去意志你 去削弱你 然后你看所有的 有这个公共意识的 愿意为大家说话的人 都坐牢去了 都关起来了 就像陈希 陈魏 还有高资深律师 那么这些人呢 实际上他是能够 就是说如果说 没有一个政权的压制的话 那么这些人实际上 他是大家的一个榜样 大家可以学好的 现在就是强迫别人 不去走这个 就是关注公共事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 就是说实际上 就是说这是一个矛盾的 就是这个政权在 人们不可能提高素质 但是你说不提高素质 就不能够改变政权 或者是不能够让共产党离开 这个等于是 这个是永远也实现不了了 就变成 的确是这样 制度对人的自由 有巨大的作用 我们同样 我们以前对比过 同样是德国人 东德为什么不如西德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以后 我们再继续讨论 好 欢迎大家回到 我们的直播现场 我们现在有三位观众朋友 在线上 我们请这个陈先生呢 先把他的话说完 然后呢 我们接三位 几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陈先生 刚才我说的就是 同样是德国人 优秀的日而半民主 为什么东德不如西德 那是制度造成的 同样是韩国人 为什么同样的战后 同样的发展基础 为什么北韩比南韩 落后那么多 那是制度造成的 同样是华人 为什么中国大陆 不如台湾 香港 澳门 新加坡 那也是制度造成的 这次在俄罗斯 我们看到了 他的主要抗议主力 是中产阶级 就是受惠于 普京强国政策的中产阶级 结果普京 他在摆他的百公论号 他的经济成长 他的福利 什么工资增长 十倍 国民经济产生 翻了十三番 十年中 从两千亿到一万五千亿 但是中产阶级告诉他 我们现在不是需要经济利益 我们需要的是政治权利 说俄罗斯的民主制度 本身给了俄罗斯成长的空间 和素质提高的空间 好 谢谢陈牧工先生 我们现在先接一下 新泽西彭先生的电话 新泽西彭先生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他们讲的都很好 我每次听这个节目 就等于是一个学期的机会 支持我自己 更思考更多的东西 那么今天这个话题 讲到独裁的事情 我有一样的感觉 不是今天才讲的 很久以前 因为每次和这个纳路的朋友 我以前也从大陆来 讲起独裁 他们讲 以前解放前 这个蒋介石又怎么 也是独裁 我是要提出来 今天大家讨论一下 就是说独裁是很多地方 也有独裁 我的老板也很独裁 这个独裁的方法 它所造成的这个后果 就是中共的独裁 它是杀人 就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那么 当然就是在某些时候 它是有过独裁 但是独裁 它是在什么一个环境之下形成的 它如果不独裁的话 就可能更糟糕 那么中共它独裁 它是多少人死掉了 而且多少人是冤枉死的 这一点大家要很注意的 还有一点就是刚才谈到 一下子 好吧 那彭先生 谢谢新泽新的彭先生 你一会儿可以再打电话进来 我们再接一下北京您先生的电话 北京您先生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听得很清楚 可以请讲 就是刚才澳洲的那个先生 还有陈志飞教授 就你们谈到韩寒的这几篇文章的时候 我发现你们根本就 没明白是怎么意思 那个韩寒这个文章 它不是理论问题 它不是讨论革命最后 不是那么回事 它反映的是什么 鸡贼你知道吧 在中国这种严酷的环境下 中产阶级 一方面要表达自己的良心 另一方面呢 它又得向共产党宣媵 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所有的留学生 出国之前 家长都给他讲 到国外怎么怎么做 怎么做 所以这个中国人 不是什么素质的问题 它是世故的问题 你这个吧 中国人就是鸡贼 用着北京话 鸡贼最准确的反映这句话 所以你们谈什么理论问题 说谈什么革命 什么自由 这都是瞎呆 根本不是这个问题 你知道吧 你得一针见血 你看出它是世故 这种鸡贼 向共产党建内 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这是中国中产机 谢谢北京的倪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加州贾先生的电话 加州贾先生 加州贾先生在吗 主持人好 两位嘉宾好 你好 请讲 我说两点 第一点就是 中国人的民主素质 一点都不差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个可以由这个实践来证明 孙中山那个中华民国 那是在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这一点已经说明了 对吧 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这个建国的时候 就给了中国妇女美人一票投票权 对吧 那1911年已经给了 可是美国的给妇女的投票权呢 可能比中华民国还晚了几十年 具体的年份我记不清了 我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 这是这是第一点 那个第二点呢 就是说普京这个事啊 他虽然是这个叶利钦把他提到总理的位置上 但是因为当时这个俄罗斯有这样一个民主选举的架构 那最终还是通过选票把他选上去的 把他选上去以后呢 他自己在这个统治当中啊 他有这种专制的倾向 而且现在人民看出来了 人民呢还可以用选票 把他拿下来 这个就是这个民主的好处 我说完了 谢谢 谢谢加州的贾先生 我们再接下加州的吴先生的电话 加州吴先生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加中国人数字第一 不配告民主是第一集借口和谎言 请大家去看看电视剧 走向共和第五十二集 民国第一届国大代表选举前 沈门和宗教人去乡下动员选民投票时 有段讲话 我记不清原话了 大意是将中国人数字第一 不配告民主 就像将小孩不识字 不配去上学一样荒唐 好 谢谢加州的吴先生 刚才四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 陈教授能不能回应一下 是 我觉得他这几位先生说的都非常的尖刻 也非常点到实处 实际上 首先说北京林先生 他虽然言语比较激烈 但我觉得我完全能理解他的意思 作为一个嘉宾 我可能不能用那么直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意愿 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韩韩的文章之后 我有这样的感觉 而且我有一个更准 更普遍的一个定理 一个法则 我觉得在中共体制下 在中国大陆所有存在的名人 包括所谓经济学家 包括所谓的网人文人博客 包括说相声的 所有出名的人都是经过中共筛选的 都有可能是高级五毛 比如说某一个现在被常人挂在 经常人挂在口头的一个所谓经济学家 他成名之作是说 他指出了上海社保问题 上海社会保证金的问题 这个社会保证金的问题 你如果拿十个经济学员作表达讲获得者 用经济模型来算也算不出来的 所以他得出这个问题的结论 并不是他经济学的功底多高 是有人给他的数据 如果给你的数据 9岁的小孩也知道这个社保基金有问题 所以他是一个政治界打人的一个棍子 他并不是一个一个严格的经济学家 更比如说他有闲主守的可能 这我个人私的方面 我又另有机会再说 所以说中国在这种情况底下 韩寒可能也属于此类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两三年前 这个本台我们在做某些人韩寒评论的时候 我是觉得必而远之 我觉得这样一个人 这样有这样一个背景 他很可能也是其中有很深的 有很深的这种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那么他的博客有时候会被封 这个被封是很巧妙的 被封有可能是会故意以一种手段 来博取更多人的这个点击和这个视角 这个是我说到韩寒的问题 所以而且对民主素质的问题 我觉得我们有 大家有共同的意向 我就不说了 我现在只想谈一下 这个民主体制的孕育过程中 对人的素质提高 和最终打倒民主的这个起照的作用 大家可能如果再看到90年代 俄国和当时的中国发展的时候 我觉得俄国发展不行 这是中共宣传造出的一个普遍的印象 但是俄国他坚定的走民主的道路 虽然期间有这个强人统治 那么普京的这个他的一起衣服 实际上也是他政治架构的反应 是民众的反应 说明他这个制度是work的 他这种是存在的 是真的起到作用的 那你如果代表着俄国人的民主 整个大众的利益 比如说不想让俄国继续分裂下去 那么我们就选你 对吧 如果你如果想一人独大 当这个沙皇 那我们把你撤下来 而且在这个期间的俄国人这个素质 有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个苏联时代呢 俄国是一个绝对的极权统治 比现在的中国和甚至百姚江 好不了多少 当时俄国一个人的一个主要的口号说 在极权统治底下 大家并不是想自由民主 大家想的是如何当这个极权者 那么这个口号 现在也完全反映了中国 那么现在是当时俄国的反应 是现在中国的反应 可是俄国人现在已经完全走出了这个误区 他们通过走上街头 自由的发表自己的声音 他们就跟感觉 想当新沙皇的人说不 这跟原来的理论思维已经完全相反 而且是刚才全部公讲的中产阶级 是实际上是现在经济繁荣的一个受贿者 他们就摒弃自己经济的利益 来说出这种话 可是现在中国的知识全入 完全是不是一回事 这一点我觉得一方面 可能就跟陈伯仲先生讲了 是由于经济的繁荣 由石油带来的某种暴力造成的 我觉得更多的是这种制度造成的 他由于有这种制度的这个 俄国的宪法和各种选举的这种模式定在那里 那么他人们就会按照这个规则形式 就会按照新的游戏规则来做这个事情 那么他的素质在不知不觉中 更加的看着民主理念 这其实跟中国三十年代 发生的事情其实完全一样 如果当时没有外贼入侵 没有中共独大 那么其实中国现在的民主 其实跟非常成熟 可能是亚洲第一共和国 不单是第一个共和国 而现在是名称或是No.1第一共和国 所以说现在有人用经济发展来维护中共 说我们只要经济发展吃饱饭 我们就不用搞这种制度 这是大错特错的 如果这种制度发展下去 人的素质自然就会提高 民主的这种各种成型的程度 就慢慢就会增强 这一点是我觉得 从当中我们去 集体最多的这个经验 陈伯冠先生 对 我补充点 你说关于台的素质的问题 这次俄罗斯的抗争中 也可以表现出来一个事情 就是说俄罗斯发生了两起 大规模全国性的抗争之后 这个中间 这个普京继续有一个电视对话 或者电台的对话跟民众 结果这个对话让民众是大失所望 民众希望以为他能够得到回应 他们的抗议 或者普京能听懂他们在抗议什么 结果普京在这个对话中 这个贬低抗议的民众 说他们像绵羊一样 什么受西方的这个知识 又说是拿了西方的钱 又说是这个他们这个胸前戴的那个 讽刺他们戴的白石戴 是什么保险套 后来这个民众就非常激怒 就说这个民众的思想已经进步了 普京的思维停留在过去 比如普京说 这个希拉里发表了一个讲话 就表示支持俄罗斯人上街 俄罗斯人就说 普京的思维停留在苏联时代 另外尽管普京因为他出身克格勃 他经常秀他的一个特技 什么开飞机 一会儿是骑马 坦克 加坦克 加摩托车 什么这个深水 潜海 还有这个柔道 但是俄罗斯年轻人却发现 他不会用电脑 他也不用互联网 所以人们认为他的思想根本就过时 说这次俄罗斯通过两次示威 中产阶级说了一句话说 我们看透了普京的智商水平 不够如此 就是他根本不了解 俄罗斯民众的思想是什么 目前的情绪是什么 当前的情绪是什么 俄罗斯人在往前走 他还停留在后的地方 这就说明一个民主制度 使俄罗斯的素质在不断的提升 好 谢谢陈破坤先生 我们现在接一下大陆的陆先生的电话 请大家把问题集中在一分钟左右 大陆陆先生 好的 陈破坤好 家里面好 你好 请讲 就是像俄罗斯的中产阶级 并不是一定 他们要革命到底 好像他们也是比较贪图安逸的 昨天晚上听美国之音报道说 俄罗斯中产阶级 他们手中持有大部分股票 他们也可能有些贪图安逸 不想发生大的波动 大的社会动乱 他们决定把下一次的示威 推迟到明年二月 就过完年之后 可能这期间又会发生其他的变化 像中国的中产阶级也是这样 有钱可能就怕死 或什么就像韩韩这样的 是吧 贪图安逸 不想有大的波动 是吧 好的 谢谢 好 谢谢大陆的陆先生 我们再接一下 新泽西庞先生的电话 新泽西的庞先生 你好 陈先生 我现在再讲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说 人之初性本善 中国人之初是有民主的 人之初它是有民主的 但是经过战乱 民国初年的 或者是共产党占领中国之后 给人一种洗脑 而显示出最近现阶段 的确是中国人的数字是差了 不是说它不差 但是说你要看到 所以讲明的是现阶段 现阶段的这个人的数字 是跟着差了 所以这点我想是提出来的 好 谢谢 好 谢谢薰德琪的庞先生 彭先生 然后我们再接一下大陆的陈先生的电话 陈先生 大陆的陈先生 你好 是我吗 对 请讲 是这样子的 我就经常观众你们的节目 我觉得做的挺好的 然后我在这里就有一点说的 就是大陆政府真的太坏了 因为我在这边也是在这边打工的 然后就遇到很多事情 然后卖政府的不管 然后被人敲诈 敲诈之后 然后就开始锁 敲诈之后 他跟那些敲诈我的人都是一伙的 然后就把我关起来 然后要我就不要再投诉他 要再投诉他 就把我送到那个看守所去 后来没办法 在里面还被外警察打 好了 我就做这些了 好 谢谢大陆的陈先生 那我们先回应一下吧 其实这几位观众说的问题 跟韩寒说的问题非常相似 刚才我知道 尼先生会在那讲鸡贼鸡贼 其实我脑子也在想韩寒 现在是不是高级五毛 高级五毛 但是我们要看到 中国现在的整个的这种 万马其进就可爱 就可爱 他这个环境的确是非常恶劣 因为他中共花了 可以说是89年苏东盗台 对当时是悄悄了 这个中共产体制的丧钟 但中共他这个极一善于钻影 就像九评共产党讲的那样 他把这坏事变成好事了 他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不会像苏俄那样简单的 跟美国搞什么军事竞备竞赛 他实际上一直跟美国互通贸易 把自己的利益 跟美国的利益绑在一起 所以他做的很多事情 的确是苏俄当时想做 都不敢做 都不能做的事情 所以造成了现在国内的环境 看似是表面繁荣 实际上 就是我一般经常讲的 经济上极有 政治上极左 实际上是比80年代 六四之前的政治环境 还是要严酷的多的 在这一点 韩寒说出这一点 我但愿韩寒说这种是一种 无可奈何的一种叹息 而不是说他自己想本意为中共涂折磨粉 我估计刚才这几位观众的提法 也是本着这个原则来说的 那么在这一点 如果我们积极的看一下 我们从积极的看一下 如果我们不动 我们就会被历史潮流所抛弃 你看到俄国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再看看北韩发生了事情 如果你不动 那你等于是跟北韩差不多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这个金正日去世之后 或者是他归西之后 咱们说 中国是唯一一个 就是说九个常委 就是最高规格 对他进行哀悼的国家 实际上我们从国体 从政体上跟北韩 差距是已经很细微了 就是一个经济一层纸而已 我们请陈伯克先生 你还有只能说两句话 对 那就是关于中产阶级 我国中产阶级不一样 它是两头 它是一个 我国是橄榄型 中间大两头小 中国的中产阶级没有成长 是雅铃型 中间小两头大 贫富差距 所以说我国中产阶级 跟中国中产阶级表现不一样 我国的中产阶级 的确形成了一个力量 来表达声音 但是中国的中产阶级 甚至于得到好处的有产阶级 它是被政府劝说 你得到了利益 就应该跟政府说话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还有观众朋友在线上 没有办法再接进来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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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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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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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